当然要把薪质生产力发展出来 要防止一风而起一风而上的情形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防止一风而起一风而上的情形 最重要的还是要各地因地制宜 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 那么把各地的比较优势 发展成市场上面的竞争优势 那总的来讲的话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比较发达 还有一些中西部的中心城市 像武汉 成都 西安等 这些地方经济发达 资本丰富 人才又多 那么可以在新兴产业上面都下点功夫 那么在中西部其他的经济相对比较露获的地方 那么它的比较优势 主要的还是在传统产业上面 那么可以多利用 市值化 人工智能化 以及引进消化吸收 那么来实现 它从追赶型产业 变成领先型产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